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平 欢迎来到民主信息 非常重磅的一个消息啊 所以说一定对中共的组织能力 我向来都是比较蛰伏的 中劳免泰警方启动打击炸赌集团专项联合行动 8月15日至16日 中国公安部 泰国警察总署 缅甸警察总署 老沃公安部在泰国清迈联合举行 针对本区域赌诈及衍生的人口贩运绑架 非法拘禁等犯罪的专项合作打击行动启动会 各方决定在泰国清迈共同建立专项行动综合协调中心 并针对赌诈猖獗的区域设立联合行动点 以更紧密的合作 更主动的攻势 更专业的行动 严厉打击本区域电信网络诈骗和网络赌博犯罪 坚决扭转人口贩运及绑架拘禁等犯罪高发态势 各方表示将用实际行动向那些人不收手的赌诈犯罪机团 发出严厉警告 向国内外展示中泰免老四国警方团结合作 严打赌诈的坚决决心 大家都知道最近有一部电影在中国大陆上映 这部电影上映11天 已经突破了17个亿的票房 直奔这个20个亿去了 那这个就是王传军演的这个孤注一致 这部片子啊 他已经啊 尽量的啊 去弱化了 盘踞在东南亚 尤其是缅甸北部啊 这些犯罪分子的丑恶嘴脸 这里面还没有嘎腰子啊 还没有把人像挂那个狗 像广西玉林不是喜欢吃狗肉 把那个肉狗挂起来 一锤子打掉那个脑袋 非常残暴的那种做法 那把人就这样倒挂着 挂着挂着这个像那个肉狗一样的倒挂 拿锤子把它打死啊 然后在手术台上啊 做这个手术 在人在处于休克状态的同时啊 因为血还是热的嘛 你血不能凉了 血热的 把心脏嘎了 把肝脏嘎了 把肾脏嘎了 把眼角膜嘎了 把皮肤嘎了 全部弄掉 卖钱 所以想想看啊 尤其是缅甸庙瓦底啊 缅泰这个东南部接壤地区 这个庙瓦底是中国人的坟场啊 转卖的最终一战就是KK园区 啊 当然现在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这种园区啊 包括还有国感四大家族啊 什么刘阿宝了什么这种控制这种地盘啊 还有一个人叫什么柬埔寨小六啊 什么缅甸小六啊 啊这个人我不知道他是真的是在那个地方还是说假的那个地方 天天在网上猖獗得很啊 也不知道这些人天天脑子里啊想了一些什么东西 所以我个人感觉对于这些堵诈分子啊 一定要采取高压政策严厉手段啊 警察的力量远远是不够的 最好还要派出军队 我们的军队啊 有很多的指挥官和士兵是没见过血的啊 你就是拿他们去练练手啊 把他们都统统给屠杀掉啊 把他们就是练练手这个是最好的 因为这些人他们太过分了 就说来讲道义有道啊 哪怕是中国讲的这个下九流吧 你这个下九流也都是要讲行规的 也都是要讲底线的 他这个地方已经是资本主义的最原教旨主义了啊 那人就是就是人矿 人就是矿啊 人身上的东西都是可以卖钱的啊 最可怕的就是在什么红海上的这些公海医疗船 这他妈也是很恐怖的 每年几百万失踪人口就在那个上面都被嘎了啊 你像这个基辛格听说换了六次心脏 他这个心脏哪来的 谁一天当晚没事去捐那个心脏去 对不对 你看这些人动不动活个九十九一百 活这么这个岁数啊 怎么能这么活啊 对不对 这些人平时都那么忙压力都那么大 还能活这么大岁数 那都是怎么活的啊 不就是这些人吗 啊 对不对 嘎嘎个几十个人啊 拿他的心脏去拿他们心脏去做配对去一个个啊 去配啊 所以说这个全世界有钱的人口也挺多的啊 那这些人呢正好呢去去补充他们的 去养许他们的生命 这是非常非常黑暗的 我认为这个已经啊 违反人类的这个伦理道德了 这个这个的话他绝对是让他覆灭的 那么所以我就讲 中国他是一定要坚决打击这个事情 中央政法委啊都在宣布要坚决打击这一块 他们这个骗子是越来越猖狂了啊 每天啊我们住在中国境内的每天这个手机要收到多少个他妈骚扰电话 多少种信息短信息啊发过来 什么美女发牌了什么裸聊了 大家千万不要去裸聊 不要在网上啊 有些女的给你发发过来 她真实的啊 逼跟奶子屁股啊 和那种照片 你千万别把自己照片发过去 不要在网上随意的发自己啊 打飞机撸摸鸡巴的这种照片啊 或者女的也不要去发自己的裸照 绝对妈咪会出事情的 因为你现在搞不清楚 他对后是都到底是谁 他你都有你的这些个人信息的 这都是都是在搞这种诈骗的 你这个裸聊也是会被他给骗的 你打六合彩他妈咪打这个轮盘赌啊 百家乐啊 搞他妈这些杂西杂巴的什么赌球什么乱七八糟 全都是骗子全都是骗局 杀猪盘什么样的都有啊 所以说呢 大家呢 一定要打起这个小心 在这个时代 老兵给大家一条人生的真言 涉及到钱的事情 要让你口袋里摸钞票了 摸钱的事情 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只要涉及到摸钱的事情啊 还有我告诉各位 最好不要去用信用卡 也不要网络贷款 这个东西你都要给他断掉的 你都给他断掉的啊 也不要去去参与什么赌博啊 我就跟你这样讲好了啊 就哪怕就我就觉得啊 这个跟绵北这个事情是无关的 就我来跟各位讲 江神户这边啊 我认识一些职业代打 什么叫职业代打 现在你他妈赌博 你说你有钱 你拆迁户啊 有几套房子 你觉得自己有他妈子弹可以去打了 你他妈是个老板 你去你现在还是你有毒瘾 你现在还上牌桌上去打 你自己亲自去打 你他妈就是傻逼 现在这里我不知道 就是江泽湖这边啊 都是我不知道别的地区怎么样啊 反正江泽湖这边啊 全国其他地区我不太清楚啊 江泽湖这边就是 已经都是都流行这种职业代打 就什么意思 就是这些人啊 他们就是上去这么出老千去的 我认识这个代打 他就说他的技术挺厉害的 他我如果因为中国没有这个黑道麻将的分类 那日本有麻将分类啊 比如说最基础的所谓是筑基 第二再往上一层叫新转手 再往上一层叫上城 第三层叫上城 第四层叫鬼神 那么如果按照这个来分 你普通人你连筑基都打不到 筑基他他都是要一很厉害的 这个至少说他的签数已经掌握了挺多的了啊 对吧 还有他的这个这个这个毒牌 各方能力都很强的 你普通人被筑基都是随便打的 那这个人呢 他是新转手到上城之间的这个水平 什么意思啊 他比如说打个扑克啊 大家知道这是这是一张桌子啊 这是一个一个平面 对吧 那他这个手 那当你看到一个人的手啊 他是这样子放了啊 在这样子放的放放的时候啊 你要当心一点了 他手是这样子放的啊 反过来这样放的 大家都知道那个你看网上那种弹牌啊 他的大拇指跟中指一飞 那个牌就出去了 他只要手一放 这里一放就稍微 就是他不是放在那里不动 他只是这样稍微放一下 啪一张牌 啪一下子啊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原理 一弄 一张牌马上就就就就飞过去 飞到自己的这个啊 这个陪打的这个手里面去 这个牌飞过去 就这样 手一放 一飞过去 还有就是抽根烟啊 就 像烟一拿出来 然后 就拿打火机 这样一摸 那个打火机 这个一摸啊 这个过程当中 拿打火机的 在桌上拿打火机的过程 就换了一张牌了 那个动作非常非常漂亮 非常非常漂亮 速度极快 这个家伙 他拿一个瓶盖 在我 就是给我这样看 对吧 他双手是空的 然后他拿个瓶盖 他说我给你变个魔术 这样揉 揉一下 拿出来一个瓶盖 没有了 不见了 我当然知道 这就是什么 他的手速非常快 手很快 很快的 他就跟我讲 他说你千万不要去打麻将 千万不要去打护克 因为我也不会 我这个牌跟麻将都不会的 他说他妈 他说你 不会出老千 是不能赌钱的 你明白吧 你现在还自己上去赌博 你就是傻屁叫死 他们现在都这么玩的 都几个老板出钱浪塌 然后去先去调查这个对家 这么来吃你 比如说江泽户这里有很多拆迁户 那江泽户的人呢 有一个最大的缺点 就是武力值不够高 就是没有武装力量 就是说自己打架呢 也不行 那也没有这种打评价的这种 一个这种团伙 没有的 那么这个就是 华东地区的某些省 他的人 他这么干这个事的 然后呢 就是要什么 你是拆迁户 他就吃牢你了 就这么什么 就是就干你 你觉得不太对 哪里不对 你说你出老千 他牌他妈一丢 或者说你去抓他的手 你说你抓不住什么 那这把算你的 成三倍 资金就成三倍 就是这么算你的 你要干嘛 他就专门来吃牢你 所以我说过 你江泽户地区的 你别跟其他一些外省的人去赌博 你会被他们被他们给杀出 搞死你 所以说自己他妈的好自为之 像我们这个地方 江泽户地区 房子被他妈搞掉的 就拆迁了两三套房子 三四套房子 被搞光的 大有人在 有的那是线下这种赌博 被杀出盘 被这样搞 被人家出老千 这样搞 对吧 有的呢 就是参加这个网络赌博 摩了个自己 百家乐 你像我同学 也是缅北这个地方 打这个百家乐 也是什么美女和官发牌 搞掉一百五十万 他上头了 当时那个时候 你根本就劝不住他的 你知道他 你就跟他讲 你就到澳门 赌场里面去赌 他百家乐 他们澳门厂子里 都是他妈出牢签的 就何鸿森那个厂子里面 都是出牢签的 对不对 你他妈在网上 你还敢在那边赌 搞掉一百五十万 傻逼的要死 当然我老病以前也傻逼 我以前妈赌球 也搞掉两三个 妈那个 所以说我跟各位讲 当然我不是说在这种 我是在那种 英国的那种 什么威廉希尔 这种平台上面打的 我的那种什么 信用网那种 我不打的 那种全是坑子 懂吗 所以这个东西都不要去碰 所以说 你现在 在身边都有这种 或多或多都有这样的例子 所以说这个东西 它很害人的 大家明白吧 所以现在中共 它之前像解放军 在那边搞军 我感觉现在这些 过去这些警察 说不定就是解放军 75集团军 特种部队 穿来那警察的制服 就过去执行任务的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说 现在它是坚决 在那个地方 打击这些人 那么这些人 现在可能往中东 阿联酋 所以我告诉各位 阿联酋这个地方 也要注意 阿联酋是他们 也是把很多总部 都移过去了 阿联酋 就是迪拜这个地方 迪拜 不要听上去名字很大气 我现在转机 我都不在迪拜转机了 我这次从赛维亚回来 我都是在卡塔尔转机的 我现在如果说 我有事去欧洲 或者说去非洲玩 或者有事情 我都是从卡塔尔转机 我都不在阿联酋 转机 在迪拜那边转机的 因为这个飞机上 有很多都是从事诈骗的 不想跟这些人扯得太近 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格鲁吉亚 还有些人 就是往非洲这里走了 那往非洲 或者说往迪拜 你别听上去 叫你去迪拜打工了 迪拜很高大上 迪拜很牛逼 阿联酋跟中国关系很好 那边 大概也有个几万人 在那边从事诈骗 几万人 在迪拜 从事诈骗 还有一个就是格鲁吉亚 迪比利斯 这些地方 都是在干这种 逼事情 还有就是非洲 现在都往非洲那边去了 可能往肯尼亚 坦桑尼亚 这个赞比亚 这些地方去了 所以在非洲的 也要开始要注意一点了 因为东南亚这边 它肯定是要打掉的 因为 这个就像当年 这个湄公河行动一样的 它肯定是要把 这帮他妈的毒贩子 给它干掉 铲除掉 因为当时 坤沙跟罗欣汉 被干掉以后 它这个毒品这边 在中国的要求下 这边基本上不怎么中毒 它打击毒品很厉害 净鸦片 那么 这个诺康这个逼 他非要在这个地方 继续要犯鸦片 那只能把它给干掉 只能把它杀掉了 屠杀掉了 那么他又犯了大忌 把中国的这个 中国人给杀害 13名船员给杀害了 那他必须得他妈死 他必须得被交出来去死的 那现在这个绵北这边也是 我跟各位讲 现在重斥 现在这帮人 为什么这么穷凶极恶 这帮人说实话 就是原来犯鸦片的这帮人 就是金山脚贩毒的这帮人 现在他们在开这些毒 开这些毒场 说白了 还有就是这个地方的 当地这个势力 像什么国杆四大家族 就是干这个事的 对不对 别跟我说什么 我们是震动的中国人 我们是国杆族 是南民王朝后裔 我确定骂个逼的 别跟我扯这个东西 还有那些什么 其他的那几个特区 什么说 我们怎么会花的人民币 我们讲的这张中国 别去听他妈这些币扯 现在国家也是 打击这个帮信 这些他妈那个 币的发小卡片的 这些币他妈 全部都给他关起来 都要负刑事责任的 都给你都给你关起来 关键最大的一个大杀招 就是什么 你妈币你不回来的 给你开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你不回来的 给你开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你就是黑户了 永远都别回来了 当黑老免去吧 当他妈那个逼 这个高免人吧 你去当吧 要么在非洲就别回来了 去迪拜 永远都别回国了 那你赚钱的意义在哪里 你赚钱妈的逼 不就是回来要装下逼吗 对不对 要逛中药 药主吗 那你就别回来了 永远一辈子都待在海外 对不对 对吧 所以我说过 当你们成为了中共的眼中钉 漏中刺的时候 那将会是死得非常惨 最终在下场就死得非常惨 就跟诺康是一样的 他妈 直接飞机上帮你带下来 跪在地上 当时妈直接就给你枪决掉 对不对 人家讲做事情要有底线 你妈 做事情一点底线都不讲的 对不对 不讲规则 人家妈逼 给了你赔付 给了你钱 对不对 你该放人放人 该怎么样 什么妈逼 就是搞人家 开视频 在人家当人家父母的面 强奸人家的女儿 打人家的儿子 你妈 那个逼 是东西吧 这些东西 只有一个就是死 或者妈逼 直接一颗中子弹 吃生炸弹 她妈扔过去 她妈逼 通通她妈逼 这个死掉之后就得了 扯什么蛋了 真的是 那么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这个事情 就是一个她妈逼 一个叫什么 在误区 什么误区呢 就是说 很多人 有些这个傻逼 在网上会说 这个电信诈骗 为什么不骗老美 然后有 这人就回复 在这种网上就回复 老美人家有航空母舰 老美人家才真正的战狼 怎么在这个棉北 怎么无精不过去救 怎么怎么样 说老美的牛逼 喂 这个她妈 这种看法 其实是很傻逼的一种看法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整个印度人承包 对美国人的所有诈骗 就是对西方英语国家的诈骗 是印度 我跟各位讲 世界上诈骗最厉害的是印度 印度 它有两个牛逼 全球90%以上的 针对中国的造谣谣言 全是印度生产的 针对整个英语国家 尤其是美国 百分之百承包的 就是印度人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你就能明白 你说这种言论是很傻逼 这种言论 印度每年可以骗走 美国1500亿美元 为何说是美国自食其果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 美国为了降低成本 将国内经济产业转移到国外 其中涉及第三产业的很多业务 也开始被外包制印度 制定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印度 成为处理西方传统办公室业务的 一个主要国家 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呼叫中心外包业务 随后爆发的互联网时代 更加促进了印度 崛起成为世界级诈骗强国 印度庞大的呼叫中心外包业务 集中在一些穷人居住 毒品泛滥 治安糟糕的贫民窟 这些地区的建筑都是简陋的 没有任何保障和知识 成为印度诈骗业者最喜欢的藏身之处 印度人的英语口语 口音重得很 但最好在便宜 便宜就是利润 口音什么的 凑合着听本 美国企业只需支付国内工人 十分之一的薪水 就能雇到一个印度人 为了这样巨大的好处 美国各样各业都开始大量在印度 开始呼叫中心 同时把各种业务都尽量通过电话进行 几乎是一夜之间 美国人就被印度口音的英语包围了 每天都大量印度人为美国服务 印度诈骗手段 电信诈骗手段是印度进行的主要诈骗手段之一 印度电话诈骗的手法相当传统 没有任何创意 但非常奏效 诈骗电话会声称自己是美国国税局的官员 或者联邦调查局FBI的工作人员 借此来对美国人进行诈骗 印度诈骗团伙一般都隐藏在离中央的平民窟中 很难实施抓捕 而骗子往往会冒充美国政府工作人员或高级律师 威胁神情稚嫩的美国百姓 订立合约 并在后续过程中威胁受害人 对于受害者而言 印度人的英语很难让他们分辨其身份真伪 一旦上钩 就会成为诈骗者们的目标 所以说大家要明白 缅北的这个诈骗也都是跟印度人学的 你知道吧 就是因为从八九十年代开始 印度就持续对美国开始进行诈骗了 因为那时候美国经济特别好 中国那时候求疼叮当响 对不对 那个时候还是什么昆沙跟罗欣还在贩毒 毒品对中国是很泛滥的 所以说呢 搞来搞去他妈的R3还是他妈鼻祖 我跟各位讲 那么印度人他是什么 古印度文明他是玩哲学的 就是很多的这个地球上这种理论 马来都从印度里面出来了 那么诈骗也得他妈的有理论 要有他妈的一套理论的一套框架的 那缅北这边就是跟印度学的 还有大家要知道 泰国的冷腰很出名 但最冷腰最多最早的就是印度的冷腰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印度 印度他妈的那个比诈骗强国 那是很很厉害的 把美国人他妈的骗的团团转 英国那边也也一样的 尤其是美国啊 你的这些就是客服 做外包给的这个印度 那印度他妈想搞你们随便搞 啊 所以说在在美国 你能接到这种印度人的这种电话 而印度人搞起骗来他妈的出魂路话 美国人本身就比较单纯 对吧 中国人呢 平时他妈都很复杂的 面对这种电信账片什么的 也是防不胜防 所以说呢 这件事情必须要去做 他们呢也必须要被打掉 这个呢是对中国人的危害特别大 尤其是在中国家门口 从事这种事情 妈的那个比这个该抓就要抓 该搞就要搞的 好吧 谢谢各位支持